歡迎收看今天的時事評論 根據台灣媒體中央社1月7日的報導 由台灣國際造船公司簡稱台船公司 打造的台海巡柱千噸級的艦艇張化艦 剛剛才復逆一個多月 就被人發現主甲板出現大約20厘米的裂痕 引起了各方的關注 報導講到這架張化艦在2019年12月31日開工 2021年9月9日落水 但在2022年7月連續發生進入船奧 楚敦失敗導致葉片損毀嚴重 交船典禮延至同年11月16日舉行 去到2022年10月20日至27日 張化艦前往澎湖海域執行任務期間 被人發現主甲板的左側旁邊有一個裂痕 經台海巡柱和台船公司 船舶公司共同在現場堪測 初步研判是因為現場的海象惡劣 風力級數達到七到八陣風 而且有側浪的拍擊 導致側逼的傷性財局部受力過大 造成損壞 現在已經採取止裂和止漏措施 台灣海巡柱更說 目前張化艦都能夠正常伏擊 朱甲板沒有進一步惡化的情況 不影響船體和航行的安全 同時也要求台船公司的依合約 履行保固的計劃責任 將會在1月底進廠維修 並且要求通過監造單位和驗船中心檢驗 台船公司亦說到受損的部分 是複合材料的接逢位列開 亦因為公司建造其他艦艇 都有使用同類的材料 但沒有發生這類情況 所以他們也會進一步確認 會不會是有除了海象影響之外 其他因素導致有這條裂痕發生 台海巡柱的解釋 即是說到海象影響 沒有令人信服 譬如說台灣媒體上報質問 為什麼海巡柱過去 所有的大小艦艇和新造艦艇 都沒有發生這些現象的裂痕 為什麼將這次的責任推給海象惡劣 似乎太過牽強 究竟是設計還是建造施工出了問題 必須調查清楚 還不能讓張化艦上面的執勤人員提心吊膽 上部也說到張化艦發生裂痕的地方 就是在主甲板上層結構和艦體的巷接處 一般的艦艇因為海浪受損的受力面最大 是左側壁 而且會留下拍擊的凹痕痕痕 進而導致鋼巷接處的裂痕 如果左側壁沒有凹痕痕痕 就出現鋼巷接處的裂痕 就代表施工巷接的期間 人員沒有掌握到兩種材料的巷接熔點時間的差異 令到有這樣的裂痕發生 當然還是要轉一步去確認原因是什麼 上部也說到張化艦的內浪性和續航力 在理論上應該能夠承受到十級的巨峰強風程度 但是有這樣的裂痕令到艦上的人員沒有辦法 相信這是一架最新的千噸級海巡艦 現在台灣真是尷尬了 真是祝福希望純粹是一些技術的事故 而不是貪污所造成 但是還是要說一句 如果連另一架這樣的千噸級所謂的海巡艦都搞不定 台灣還要說島內去自主研發製造潛艇的時候 我真的擔心到時候的執勤人員會不會出現一些漏水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潛艇漏水不是開玩笑 到時候又會怎樣呢?大家一起觀望事情發生 然後再講第二個話題就是 號稱航母殺手台灣島內自主研發的洪峰2號導彈 洪峰30導彈 這個30導彈被人發現它的重要零件是由大陸負責維修 引起島內洩露機密疑慮 台灣媒體鏡周刊報道說到 中科院這個系統的製造中心日前也發現了 兩部用來校對 校對彈道參數的 Laker的京韋儀因為連接器針腳鬆脫 委託代理商送回到瑞士的萊卡 萊卡原廠去維修 但是當京韋儀完成維修之後 混在台灣的時候 當局發現貨件不在瑞士的原廠寄回來 竟然是由大陸的山東省青海市寄出 引起了台灣社會的嘩然 報道說到這兩部的京韋儀 用於紅衫飛彈的校正模組系統內 存有飛彈的相關測試和使用紀錄 一旦流出就會嚴重影響到台軍制空防禦等軍事部署 和戰略部署 台灣的中科院也發聲明回應 說單位發現了進口報單照 由山東青島流亭機場出口 經合談代理商回復 就是原廠 即是萊卡工廠那邊說到 因為地緣的關係 才送到亞洲地區維修中心處理 而在設備修復送回的時候 中科院隨即展開資安鑑定 確認送回來的組件 沒有被人植入惡意的程式 因此他們認為沒有資安洩物的疑慮 台灣中科院也澄清說 驚偉兒其實都是一個量測飛彈、 彈體、發射器等等使用的光學校正設備 並非控制紅衣導彈持續定位的零組件 所以發現了因為部分設備的瑕疵之後 他們已經在保固期間 即是維修期間 送收期間 已經將儀器裏面的記憶卡 拔走了 所以 不應該有這個洩物的可能性 但是針對送中維修的質疑 中科院也說到 其實也沒有特別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也移除了 也沒有惡意的程式等等 但是他也說到有資安危機這麼誇張 但是相信被有高超音速導彈的解放軍 對這枚所謂的超音速 也不是高超音速 只是一個超音速導彈 紅風三陵的興趣不大 事關於這款的航母殺手 都未講到有什麼特別的實績 反而是累累出現一些發射的事故 譬如2011年6月練習中脫靶 2016年誤射了漁船 造成一死三傷 2017年發射後 沒有進入預定的軌道墮海等等 這一款又不是高技術 又經常多問題的導彈 難道解放軍真的對他這麼有興趣嗎? 對於今次紅風不再紅起了 反而被人送中 有島內的網民嘲諷 難道設備都是中科院在大陸淘寶上網購回來? 有人說到 這個紅風三號的導彈 號稱是航母殺手 但其實它根本就是一個漁船殺手 因為它擊落了 我說擊落了 擊中了一架漁船 造成悲劇事件發生 也有人說到 其實這件事件本身就不是紅衣 導彈的生產設備有沒有涉及 涉物 而是物品送到大陸三個月後 送回來 然後再過了半年 才在報關的時候 才有人發現這個問題 就是說 差不多前前後後加上 九個月才發現到 這是一個很大的程序上的失誤 有島內的軍事專家也分析說到 其實由於技術所限 台灣 台軍因為他們很多裝備 和零部件都無法自行生產 所以鬧出不少國際笑話 早在去年2月 台灣的立法機構通過了 2,400億元的新台幣 海空戰力提升計劃採購特別條例 台灣的防務部門 在台灣島內的北中南等地 都興建了12個導彈陣地 結果由台灣中科院研發 所謂追監解放軍機的天弓導彈 和導彈陣地等武器系統的重要零組件 有重大標案出錯 有些重要零件 竟然混入了一些大陸零件 有些零件甚至在淘寶都找到 所以有人在笑 其實根本零部件都在淘寶找到 難道對岸的解放軍 真的對你這種武器很有興趣嗎? 另外 台軍也日前動用了128億元的新台幣 在全台的284個營區設立智能的警監系統 誰知道這個系統一到第一階段 球形監視器 採購相關設備的時候 竟然裡面收用了大陸製的電路板 種種因素顯示 其實台灣真的有一個天大的笑話 就是他們的軍事防務方面 不知道有沒有貪污 好,我經常都懷疑 我有合理懷疑 也不要說一定一口咬定 我合理懷疑近幾年 民進黨執政令到兩岸關係緊張 美國這樣大量軍售 我相信應該當中是有一些弊案在裡面 我當美國軍售未必有 但是他有一些是台灣自己研發自主製造的武器 他會不會一些標案 譬如他那架潛艇 那時候說過整個廁所 當然最後沒有整到 但是廁所很貴的 潛艇廁廁過百萬以上等等 這些會不會一個問題 就是馬桶過百萬 那時候說的 會不會當中有些弊案發生呢? 就好像現在發生在新竹市的新竹棒球場那樣 明明是說幾億元 然後增加到12億元 最後12億元去重建一個球場 不是叫你建一個新球場 重建一個球場 都可以裡面變成廢物堆填區 有磚頭 據說還有廢木 即是木頭在裡面 究竟台灣發生了什麼事呢? 大家一起觀看 會不會有很多 貪污舞弊的情況在裡面發生 這就是我今天的時事評論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大家留言讚好 如果有講得不好的地方 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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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